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民主党的拜登宣布胜选之后 周五十三日首次现身白宫记者会 他就新冠疫苗的研发进展发言 预计最快明年四月可以让全民接种疫苗 但强调政府不会因为疫情所国 仍未有承认落败的特朗普提到 未来不知道哪个政府执政 外界认为他在暗示自己有可能未能成功连任